1914年8月4日 上百万德军大举越过边境 扑向布鲁塞尔 企图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 德军以为凭借精锐之事 很快就能攻下比利时 但当德军兵临比利时边境的烈日城时 竟然被这一座小城的坚固堡住了脚步 炮台已指列日城 位于马斯和左岸 北林荷兰 南靠阿登森林 城外有12座威力强大的炮台 这些炮台是杰出的军事工程设计师 亨利布里亚蒙将军设计 用了整整25年时间才建成 堡垒的12座炮台 总共装了400门大炮 最大口径的大炮 是210毫米的榴弹炮 炮台四周挖了9米深的战壕 用于防御步兵偷袭 整个烈日碉堡 由热拉尔洛蒙将军率领 总共有4万人的兵力坚守 炮台大炮 这个类似于马其诺防线的堡垒 是当时协约国祖基德军进犯的重要砝码 英法两国对此寄予厚望 希望此碉堡能够坚守3到5个月 为人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而洛蒙将军则信心满满的认为 烈日成是永远攻不破的堡垒 即使德皇亲自前来 也必将吃败而回 8月5日 德军以惯用的闪击战 向烈日成碉堡发起猛攻 德军以大炮集中轰击堡垒 但即使落战多达数千磅 也仅仅削去了堡垒炮台的一点混凝土皮 在烈日成400门大炮交叉火力的打击下 德军死伤惨重 仅仅在第一天 德军就伤亡了4000多人 即战到8月10日时 德军伤亡了15000多人后 才勉强攻占了一个小炮台 巨炮炮弹由于伤亡惨重 德军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 紧急从国内调来杀手锏 克鲁伯巨炮 这种大炮于1909年 由德国克鲁伯并工厂秘密设计制造 口径为420毫米 整个大炮长7米 重98吨 能够将一吨重的炮弹打到6公里之外 在克鲁伯巨炮诞生前 英军340毫米口径的主炮 是世界上最大口径的火炮 克鲁伯巨炮诞生之后 这一纪录被刷新 巨炮尺寸此炮的缺点是过于笨重 必须使用鞋轨才能搬运 而且为了减管大炮发射时的巨大后座力 还必须胶住昏凝土地座 在战斗情况下 一门大炮需要花6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毕 正因为这些条件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德国仅生产出了七门克鲁伯大炮 发射巨炮8月12日 德军的一门名叫大贝尔塔的巨炮运到了前线 傍晚时分 大炮对准了烈日成的彭蒂斯炮台 为了防止被大炮震死 炮兵们用胶带将眼睛 耳朵和嘴巴缠住 然后趴在地上 6点30分 第一发炮弹打向彭蒂斯炮台 大炮的声音如同地震一般 一吨重了炮弹 直接将炮台炸出了一个大洞 彭蒂斯炮台里的大炮重弹后被掀到空中 崩碎的混凌土和炮弹碎片 杀死杀伤了200多人 巨炮弹炮击 持续了整整24小时 彭蒂斯炮台重弹45发 几乎彻底被炸毁 德军迅速攻占彭蒂斯炮台 随后这门巨炮又移动到其他炮台继续轰击 在德军巨炮的轰击下 烈日成炮台一个软轮 16日 堡垒指挥官勒芒乡军坚守的 最后一座炮台 被一炮击中弹药库 整个炮台被摧毁 勒芒乡军被大炮镇昏 最后被俘 自此 在一门克鲁波巨炮的轰击下 烈日成12座炮台的400多门大炮被毁 收军4万余人全部被击溃 德军也顺利拿下了烈日成 大举向法国进军 克鲁波巨炮从此一战成名 成为了一战时期在军最强的火炮